现在要教大家怎么用Editor的OCR功能 开启一份扫描文件之后首先按一下左侧的选择工具 然后尝试选取文件中的文字或是按Ctrl加A 如果选取不到文字才有用OCR的价值 OCR功能可以在进阶识别文字中找到或是首页识别文字 在视窗中选择页面范围语言与解析度输出样式 以下先示范可被搜寻选项 辨认完成之后文件大致上降保持原状 但是可以直接选取文字 如果对识别结果不放心 可以使用进阶寻找可疑元素来修正可能错误的结果 扫描的品质越高自行越是标准就越不容易出现错误结果 比如说范例文件就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选取的文字复制贴上到其他地方 接下来示范的是可被搜寻与编辑的输出样式 如果扫描品质高且自行标准的话 这个模式也可以得出与原文件相差仿佛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编辑这份文件 比如说新增删除文字以及改变颜色大小字形等 暗影这些维就全部选择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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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ovid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